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国际贸易政策 中美贸易关系 以及去美元化 来剖析我国经济是否瞬间引人 换个焦点 内政部秘书长拿督阿旺阿利上任大约一个月 引起他关注并且觉得不妥的事 等待他审批的无政府订单发票太多了 其中一张的数额甚至超过一百万令吉 阿旺阿利昨天在内政部的长月集会致辞时 要求日后不再只是秘书长一人审批并负责这些发票 而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承担责任 因为当问题源自于机构的时候 最后却是秘书长在扣分绩效评估系统被扣分 此外他要求减少部门的无政府订单发票 免得别人以为内政部有大量这类的发票 无政府订单发票是不涉及政府订单和合同的付款 例如公共事业费用 奖励和各类的退款 政府在2025年财政规算案中 审布最低薪金明年2月上调到1700令吉 那调薪的影响不只是涉及工商界 也涉及到孩子们学习和玩乐的地方 安清班工会就透露 业者将会适当的调涨费用 那涨幅鉴于15%到30% 工会主席黄俊彪发文告指出 安清班是服务业的一部分 而老师和员工是业务的核心 因此让他们获得合理的薪资也非常的重要 一旦调涨最低薪金 安清班的运营成本自然会水涨船高 有鉴于此 安清班的业者将会适当的调涨收费 如此一来能够减轻业者的成本压力 也能够保障孩子们继续享有 优质和安全的安清服务 此外 安清班工会将会寻找机会 和政府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以寻求支持措施 希望近期就能够得到回应 特别是妇女部和社会福利职 以便安清班行业平稳的过渡挑衅阶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